今天就來到深井那裏吃燒鵝 深井是燒鵝之都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如果大家有朋友從外國回來 你想請去吃飯又沒什麼idea Stanley 就建議你們請去吃燒鵝 相信十居其九一定會露出喜悅之色 事關在外國 比如好像在澳洲 就算在Sydney 大部分的燒臘寶都是沒有燒鵝賣 那記得有位澳裔 馬華美少女 去完香港吃過燒鵝之後 回來 就跟我說燒鵝和燒鵝根本就沒得威 總的來說去就說 燒鵝就是很juicy 即是很多汁 簡單來說燒鵝和燒鵝的分別 燒鵝的皮是比燒鵝皮扣 而肉是偏紅 鵝味就是大聲 但是鵝就有油香 更簡單來說 所謂好吃的燒鵝 就是看那層皮咬下去的肉是否硬 以及皮下的肉夠不夠juicy 有沒有油香味 講到燒鵝文化 香港認了第二就沒有人敢認第一了 在港島區 燒鵝之都 就僅是在中環 容忌一分為二 出了一間金牌燒鵝 加上那間一樂 三間的中環燒鵝店 都是連續多年 獲得米芝蓮一聲大獎 而灣仔區的奇哥 都是十分之不錯 聽說去地選我 就一定要五斤四兩的鵝媽媽 至於新界區 元朗的天雄 他們說去的我就由佛山直接運那些黑中鵝下來 但是對於Stanley 如果要專心吃燒鵝 就一定會過海 去到燒鵝之都深井那裡吃 好 荃灣先 由金鐘來到荃灣 只需要二十分車在一起 那如果大家好眼 就發覺其中一個站 就叫做麗城花園 由加拿大讀完書 回來香港 朝朝就好像去旅行那樣 由南區 就來到荃灣這裡教書 對面就是海韻軒 不過這一間就剛剛就是close了 那為什麼要選到來深井吃燒鵝呢 因為這裡燒鵝店很多 好像陳記也有兩間在這裡 那副記也是分開兩邊 一間茶餐廳 副記燒鵝都挺出名 就是御記 一和二 那林記就是1962年開 而深井御記 1958年 為什麼要來深井吃燒鵝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深井是燒鵝之都 起碼有五間的燒鵝店 我提起燒鵝之都 片頭Stanley也說過 對港島人來說 中環灣仔 還有四間米芝蓮級的燒鵝專門店 好像奇哥、熔記、一樂和金牌燒鵝 間間都是十分之就腳 也有好好的信譽評級 但是為什麼Stanley情有獨鍾 深井燒鵝之都 除了深井十分之集中有五間燒鵝店 包括剛剛撿了那間的海韻 星期一不開的林記 和媽舖的診記、腹記和餘記 為什麼Stanley要山長水遠 由南區走到深井 好像九十年代第一次教書的時候 只要乘巴士地鐵再轉96M 天天搞得好像去旅行一樣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當你去深井吃燒鵝 Stanley認為無論是香港人 還是從外國回來的香港人 深井燒鵝之都 真是能夠給你一種旅行 除了食 你還可以感受一下地道原住民那種的風土人情 沿途 你又可以在荃灣地鐵站 見識一下全港最大的商場之城 又或者叫做天空之城 或者叫做天橋之城 特別是地鐵站出口的左邊 那些一個一個的小小的商場 裏面那些的特色小店 都是十分之能夠刺激我們的觀感 給你一種旅行 此外搭轉線小巴沿著海旁的青山大道 一個個疑似熟悉的海灘 西約9米半 丁狗11米半 黎稻灣 加上那兩條舉世慈名的 丁狗大橋和青馬大橋 那種的觀感 在碩士森林的中環和灣仔 確實是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所謂的旅行 之前香港故事系列 Stanley也說過 對食物的要求是重要 但是對於住了海外一段時間的香港人 回到香港 對於空間和服務員的態度 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所謂食要食得開心 飲就要飲得出色 而坐就要坐得舒適 Stanley所說的坐又要坐得朝夕 所以在燒鵝之都的大比拼 Stanley最後都是選了 預計的二樓 去進入這條片的高潮 享受這一餐有層次的燒鵝大餐 好 去片 這裏都是有一些米芝蓮一級獎 2013至2020年 拿了一二三四八屆的 那我們終於選了來預計 在二樓上高那裏 預人少少 那我們就做一隻夏莊先吃 吃完看有多少空間 繼續吃下去 這些皮都挺漂亮的 好 好 這樣呢 我是給我吃的 給我吃的 嗯 好 那 那些皮都挺脆的 挺脆的 那今早做research 那些人說我和鴨是怎樣分呢 是說我的肉色就是大紅 那鴨是白的 那而這個鴨是怎樣為之好吃呢 最重要你有juice 有汁 那我剛才吃了一點皮呢 就是白的皮真的好吃的 鵝皮比鴨皮好吃 好 那我現在再鮮一下汁 看看是否好吃一點 嗯 真的很juicy 那鴨肉和鵝肉呢 最大的分別就是鴨肉是大紅色的 你看看 這裏的肉呢 那是紅紅的 是不是 紅的這樣 好 第二味就是酒釀鵝肝 看看這個匈牙利的鵝肝 有什麼分別 他說這隻鵝肝呢 就 沒有什麼渣 很好 那我就現在又吃多 有吃多一點東西了 看 我就很喜歡那些酒味了 那些鵝肝呢 就這樣喝酒呢 就不好喝的 但是那些鵝肝呢 那些鵝肝呢 就真的好配了 這一個味菜鵝肝集 那第一個是試一下 味菜先 試一下那些味菜先 真是澳洲回來呢 那些味菜呢 就真的好吃 白花羊蟹肝 魚肚肉碎 魚肚肉碎 鮮瓜 不是冬瓜 這一個餐呢 魚豬聖瓜 魚豬聖瓜 主要是吃聖瓜 好吃 這一餐的combination 和食物的sequence 那我學到東西 那原來呢 這個餐呢 主要是吃聖瓜 就是聖瓜 就幫你清一下 之前吃的鵝肝 鵝肝 鵝肝 或者蟹蟹 蟹蟹 挺好 不錯 但是有些麵 有些麵 就給你了 嗯 好 好 那這餐呢 我們一次都說 是十分 比九分 不錯 結束今集香港故事 燒鵝之刀大比拼 那都是那幾句 無論住在香港 還是回來香港的人 為什麼要選深井吃燒鵝 原因深井給你一種旅行 而食燒鵝的第二個貼士 就算來到深井 都是要選閒日才好來 特別是中人比較少的時候 是更加好 至於第三個貼士 可以的話 就食完一道主菜 再叫一道菜 讓食的時候 食得更加有層次 最後那句 在香港燒鵝 都道道都有 普遍都是不錯的 但是離開香港 食到燒鵝 就已經是偷笑 故此香港人一定要保存這一種的燒鵝文化 如果大家覺得這一集做得好 就給個Like 還有給一些鼓勵性 有意義留言 今集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